李 духов一jar 他有許多 很多 很細微的工作 那需要靠整個團隊很確實地把它執行完成 那我很好奇是怎麼做這個團隊的管理 可能我 因為不了解 我只是举个例子 是军事化的 去schedule的check 还是说 就像刚才林怀明老师 需要去用说故事的 把他的精神告诉舞者 让舞者能够在他的精神下 带领他完成这件作品 那你是怎么对你的团队做管理 谢谢 其实 因为我也出过舞台监督 我也出过制作经理 所以一个production的一个制作 它甚至是有一点 真有SOP的 柯P讲的 有schedule 有budget要control 有人 特别人是最麻烦的 schedule跟budget都容易 budget可以超之 还是有办法补救 总是有办法从回头来再去 或者从设计上面再去修改 等等都可以 人永远是最难的 特别是剧场里面的人 刚才我讲的是说 剧场的人都很美丽 对不对 可是相处久了 剧场里面的人都很丑陋 因为剧场要处太久了 大家如果在上班的话 我跟你不太合 我只有在上班接触到你 下班我各种我各种的生活 无关 对不对 可是剧场不是这样 剧场是从早到晚 然后如果出去巡围的话 还得一起吃饭 一起睡同个房间 很容易 很容易积怨 然后剧场的工作 永远讲不清楚 这个东西到底是你做的 是你没做好 因此让我 让我拖累我 或什么 哪个部门 因此拖累哪个部门 太多了 谁跟谁不合 谁跟什么 这是最难的课题 人跟人之间 怎么样去做好这个事情 那这个东西 平常讲 云门比较有这个经验 其他的东西都是 我们台湾没有像百老会 一年也一年 两年 都是这批人 所以到那个是境界的时候 是大家就事论事 不谈人 可是在台湾的剧场 是非常的大家庭 故了一定会有些恩恩怨怨 有些不愉快 那如何去 真的是 只能说以身作者 你一定要做得比人更勤劳 做得比人更快 做得比人更辛苦 像在云门里面 我不会说 我是设计 我就不会动 在那边看 没有没有 我一定要装车 我要不要比人装得更多 我爬东西要比人爬得更高 曾经我那时候 我们做《红楼梦》 搭那个舞台 旁边要搭到二十几米的缸架 我在上面爬来爬去的 爬下来后 就有一个前辈说 你几岁了 你还要爬 你爬到什么时候 我说 这个东西是我高兴的 那你必须要这样 像林老师他就是这样 他做一个林老师 是非常辛苦的 如果你有进去 跟他一起工作的话 你觉得说 你一辈子不要像他 太辛苦了 他要创作 他要管团的 他所谓的经济 人 然后出去巡围的时候 他要当所有人的心理医生 他就可以干出来说 你不太高兴了 你有什么问题了 找你来讲话 找你来干嘛 他就完全要做这些事情 而且 他甚至会观察到 你不用讲他都知道 你心里哪里不快乐 他要团上面 出去有四五十个人 他每个都要照顾到 他非常厉害 所以 然后回来还在 还要应付所有的 官场的 新闻界的 你不会想要做他 你只能学习他 但不要想做他 太辛苦了 这个是真的只能一生作者 你一定要比他 比他做到更辛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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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